现在双方比赛开始 首先是樊正东的球场 樊正东反手的一个失误 现在是孙文拿到了开场之后的第一分 我们看樊正东在今天上场之后 头一轮的这个划球 以反手位的长球为主 直接形成相取 好球 所以我们今天在把江户跟他这样的第一个步段 上场的状态 我们看出这儿还有什么 而且他谈一软球控制不错 还是正手位 反手力 好球 从这个球上我们可以看出小胖 可以说目前独步世界冰场的这个反手的能力 率先这个反手主动变直线 现在双方上二标 樊正东依然是 他对第二个他就有一次啊 依然是反手的底线长球 但是目前刚上场 樊正东的状态可能还没有打开 所以说反手的失误现在天多 而孙文开场之后 他的战术也比较明显 主要是从樊正东的这个中间 先正手的突破 无论是从发球 还是接发球后的白短 樊正东立板 尝试的这个反手拧拉 对孙文的威胁还很大 孙文这个发球 不如他第一轮次发球的落点好 在第一轮次的发球 他两个发球都发到了 樊正东的正手围的短球 这个球有点真中间 反手围长的 樊正东在第三轮次的发球 明显有了一个变化 逆旋转 逆旋转发到孙文的正手位 还是从反手的相似打起 但是我们看小教孙文 在可以说面对 现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可以说樊正东的反手 是现在目前这个平台上的第一反手 随着这个老将张逆科 他目前那个伤病 和整体状态和整体状态的一个下滑 所以说樊正东目前的反手围的那些 可以说是最大的 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也有很多的球迷在为早上加油 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 这些樊正东的球迷 有谁知道樊正东到底用的是 每一款最好的四川 如果你知道的球迷 可以在聊天室里面 给我们留言 孙文在发球当中 还是要注意落点 还是要注意落点 正手了 好 交 樊正东 樊正东 有很大的变化 反正都没有看清旋转 还是加了个保险 正手戳脱了一盘 但是这个球质量不高 所以我们正手抢冲 双方6比6 还挺很激烈 现在樊正东 开始发他非常擅长的 逆旋转发球 正常 好 交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逆旋转比较 准备应该是这个冲选 好 他在樊正东 先形成反手上的情况下 孙文先把落点 给了樊正东的中路偏正手 就是让樊正东 无法形成这种 反手的连续压制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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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半出台的家传的下肩桥 现在自能9比6等线 非常好的开局 你看这人一开出来 这个发球对凡志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 有点砍式发球 直接去凡志冬的正手脚三脚 和正手脚三脚 避开凡志冬三手里拉的优势 可能看完第一场比赛之后 我们小胖的球迷 小胖的球迷 可能是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们目前看 小胖来说现在的确 经过连续的征战 而且尤其是在上一轮对山东卫桥的 一个激烈的比赛之后 小胖目前目前的经济状态 稍微显得有一些慢热 我们现在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 小胖平时在赛场上那种 反手主动改完上拳之后 正手连续跟进的那种非常强势的打法 反而是失误比较多 刚才我们也有球迷 在聊天室也说了 小胖的失误有些多 的确 但是我们 非常相信反正能够 随着比赛的展开 调动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青少年 他的赛场比较紧密 所以说对运动员来说 无论从精力和体力上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 我看到这个很多看我们本场比赛直播的球迷说 现场解决的是 反正中 解决的声音 家伦 这个请 请我们的导播啊 把我们演播室 结束的声音资料 做我们的调整一下 第二场比赛 孙文依然保持了高峰第一个良好的一个势头 在反正中主动变正手的时候 正手 这个正手这个舞台意识非常好 还是 孙文依然是这种 略带勾手 略带勾手式的一个发球 还是先给反正中的正手 刚才这个球 唯一的变化是突然是一个长球 好球 反正中在刚上来这一局 发球上也有变化 是正手一个顺旋转的发球 但是发到了孙文的中路偏正手 正手小三角 我们看双方在第二局 果然一上来之后 战术上都有所调整 我们有一位非常喜欢球 这个喜欢突然球的球迷说 孙文也不是无名之辈 再说我们小胖也没输 的确 我们相信小胖的这个不败金身 是不会这么轻易被打破了 刚才有球迷刚才回答了我的 回答了我们刚才的提问 说小胖应该用的是斯底卡的地板 非常感谢这位球迷啊 现在双方第二局 开局孙文依然是打得不错 三比二暂时领先 我们看到孙文的这个擦球啊 反手位的机长 但是 樊振东这个球是早有准备 正手侧身拉直线 现在是樊振东4比2连线 我们看小胖这一局 状态就逐渐地掉落出来 刚才一个反手位的侧身拉 小胖再次调整发球战术 中路偏正手的长球 这个球斯文在判断上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要被顶住了这个球 显然是对 他没想到樊振东会发一个 发一个机长在中路 看一个走 反手位 还是长球 选择了反手 然后 樊振东由于他这个实力超强 所以说他还是喜欢打一些 从发球的战术上 他喜欢打一些 比如说发一些半出台 或者是一个机长 然后和直接 和对手直接形成这种双方的上选对方 这个球 其实对他们专业运动来说 孙文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失误 反手蹭了一个大薄皮 很高 我个樊振东的球迷在聊天室里说 小胖加油 不要焦急 其实樊振东虽然是个19岁的小将 但是他经历的实力大赛也太多了 而且相信 以他的这个赛场经验 他会逐渐调整自己 樊振东虽然说今年只有19岁 但是从国际大赛的经验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将 而且我们看到 从今年的礼物奥运会之后 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越来越好 无论是参加这个2016年的世界杯比赛 还是国内的全国锦标赛 到目前的中超联赛 樊振东呢 一场为伴 以全胜的战绩 赌得了2016男子世界杯 以及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现在双方打到了8比4 樊振东在第二局 状态逐渐开始热了下来 而且战术上呢 相对第一局来说 也有明显的变化 关键是樊振东的这个 现在相对第一局来说 他的失误减少了很多 我们看 这就是樊振东最善 这就是樊振东 给我们球迷留下印象最深的 反守卫的相持 他这个反守卫的相持 是压制性的 樊振东这个反守卫 这种借力的反拉和反替 对对手来说 威胁非常大 漂亮 这个球 这个球我们看 好像是擦了一个侧边 好像是擦了一个侧边 所以说孙文刚才指了一下球台 财犯员 判得还是擦了一个擦边 一个好擦边 我们小胖的球迷 可以松一口气了 樊振东在第二局当中 大比分 11比4可以说非常轻松地取得了双方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对 这就是刚才那一球 这个球从我们的慢镜头回放来说 这个擦边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判断 因为从慢镜头回放来说 这个擦边球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那个擦到球台的上边缘的那个球 这个跳起的轨迹 而是直接向下方弹射 现在马上双方要进入到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小江苏文在这场这一局的比赛当中 会在战场上有哪些调整 因为目前现在樊振东的这个竞技状态已经调整出来了 樊振东上来发球 发中间啊 这个是前两局非常发的球 中间拼正手 其实我们经常看我们拼超比赛转播的球迷 你可以看到啊 双方运动员除了这个实力上的较量 战术上的较量 可以说也是无时无刻不在调整的变化 这也是我们一些这个资深的球迷 骨灰级球迷非常愿意看到的比赛 就双方从在这个非常激烈的争夺当中啊 每一版都有所变化 素人这个发球还是很有特点 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属于勾手的发球 逆旋转 正在这一段变化球之后 还是选择了 他昨天给到樊振东的正守卫 而且他这个球的这个落点发的很直 又带着勾手 向正守卫拐 他明显是想避开樊振东那版 非常威胁非常大的这个樊振顶拉 连续两个球都是擦网了 这个球应该还是去正守吧 发了个中间偏反手 这个球 这就是场上的一些运气层次 比如说孙文连续两个发球到正守 都擦网 他怕这个樊振东正守有准备 所以说发了个中间偏反手 结果真的被樊振东顶起来了 孙文连续 小胖这个现在的球 就是实力上很厚重 实力上很厚重 这也是目前小胖在这个国际和国内比赛当中 能取得如此出色的这个战绩的原因 发生了变化 哦 这板 这板不应该啊 其实这板球 樊振东从这个发球那板 已经从战术上牵制住了孙文 孙文被迫 人拉了一个正守的一个高调弧线球 速度比较慢 樊振东上部一个反手的敲击 结果失误了 刚才那个樊振东的上部 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好球 我们看这个球就是 他这个孙文发球的落点啊 控制的还是不够严 还是不够严 因为这个球他如果 他不发出这种到正手小翻角 像一个正手拐的球 樊振东的 以樊振东的脚步可反手啊 他就会用反手去接 这个球不错 这个球他 逼迫着樊振东是选择了一板正手的切长 很可惜的是孙文的这个正手拉出失误了 孙文现在的失误有些多 樊振东他这个 可以说让人恐怖的正手 打得越来越顺 现在双方第三局的比分 樊振东依然是大比分 7比20线 如果打成这个节奏 孙文的比赛就很难打了 刚才樊振东是反手弹击了一板平线 如果这种球打出来 就代表着樊振东的状态 也是一步一步被激发出来 樊振东实际这个球 他往了 但这个球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一个侧上选的方球 还是侧上 孙文利用樊振东 樊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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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机场球直接发了一个中路 请守卫 樊振东 随后摯短控制 控制的很严 樊振东 第三局 樊振东的剧点 樊振东 正口的中远 队拉 还是樊振东憑借着 身后的相知史丽 这个球我们就是俗称的 我们经常打球的球迷 经常说的 从刚才曼靖泽的回放 我们球迷经常说这版 其实 如果说咱们 非要用一个 规范名词说 就是测询弧拳球 但是说实话 我们经常打球的球迷 还是应该说 还是愿意说卷 因为这个卷真的非常形象 随着凡军东现在目前 2比1取得了一个比分的领先 而且第二三两局 是非常轻松的拿下了比赛 我们的小胖的球迷开心了 现在聊天室里 很多人都在刷屏 为小胖加油 有一位球迷 对我们八一队的口号 非常的关心 问八一队的口号是什么 据我所知的是 八一八一 永征第一 好 我们先来看凡建东 对孙文的第四局的比赛 孙文上来 依然是延续他在前几局 比较有效的一个发球的战术 勾手的发球 凡建东的正手 随着凡建东现在状态的调整 给孙文制造的压力比较大 现在孙文的失误开始多了起来 孙文这种勾手的正手发球 连续出现了擦网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往正手发 还是 好球 可惜了 这个球孙文其实 这个勾手的一个侧上拳发球 已经取得了六十 小胖出现了一个失误 正手白短冒高了 可惜孙文没有抓住机会 小胖的状态越来越好 所以说 现在是江苏中超电缆俱乐部 主动要求了暂停 我们有一位球迷 IF47705 刷屏太快 我没有把这位球迷的ID号读完 这位球迷可以说真的非常专业 他刚才在留言说 第一局小胖失误了五分 这位球迷的确是非常专业 我们第一局给我们的直观感受 就是凡正东在第一局的失误当中 的确是偏多 但是具体几分 我相信一般看球的球迷 都不会说统计的这么细致 但是这位球迷 看来是一位非常资深 而且很动球的球迷 他完全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在第一局 小胖直接失误 就送给对手五分 有的球迷在问 八一队本场比赛的教练是谁 我们都知道 八一队的主教练是王浩 教练员是范长茂 这一场比赛 担任本场比赛带队 教练员是范长茂教练 也是我们七十年代的一位老国手 探听回来之后 现在凡正东 依然是取得了一个4比0的优势 好球 孙文这个球反手顶住了 反手顶住了 就到了小胖的一个失误 其实面对这种反电东 这种反手的压力 能够先相持住 然后再寻找机会 也是一种办法 也是一种无奈的办法 好球 我们来看 慢放来看一下这个球 批长 但是小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这球批的机制重量很高 弧线很低 但是小胖还是一般包冲 解决了战斗 这球明显的一个特上线的机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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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现在 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 反手比前三局要打得硬气了很多 先拧起来 小胖敲回去 双方反手拉 孙文率先加力 现在第四局 梵建东6比2领先 现在是孙文的发球轮次 反手围着机长 第一球我们看 反正中那板正手质量非常高 反正中 加油 反正中这落点拉得非常深 几乎是一个白线的位置 好球 这个球孙文是算准了 就是要打一本拨杀 长球 发到反手 让小胖拧 然后他侧身一板 直接反冲 4比6 哎呀 可惜了 这个球孙文现在 算得还是很准 直接反手位一个拧拉 一个正手位的大斜线 可惜了 如果这个球上台的话 对小胖的牵制也会很大 因为一个落点 的确打很开 白短 这板球是我们小胖的招牌动作 对 然后我们的球迷说 小胖是军人 有军衔 给你正手了 还是正手 孙文现在 选择了 发完之后 正手位的 批长 而且现在他直接 批到小胖的中路偏正手 这是现在这个阶段 孙文来说 一个非常明显的战术变化 他发球到小胖的正手之后 小胖摆短之后 他一个 我们能看出 孙文是一个侧上悬的大球 利用小胖的一个回摆 因为我们知道 摆侧上悬 摆短来说 弧线多少 会有一点偏高 会有一点点偏高 孙文利用说 这个小胖回摆 然后他直接一个正手批长 批到小胖的这个 中间偏正手位 现在 小胖在5比8的时候 刚才主动的 叫了一个暂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方暂停回到场上之后 我们看孙文的战术调整上 会不会有些什么变化 还会发正手吗 还是正手 右批 这个球 而且现在孙文的 发球 几乎都是 以侧上和不转为主 哎呀 好球 小胖子这半正手的 白短控制非常好 孙文可以说 没有想到 所以说被迫只能是 搓了一半 对于这些专业高手来说 这种慢撮回球 就是机回球 就是机回球 摆高了 漂亮 好球 樊振东 可以说不负众望 在这个开局 事物偏多 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 保持住了他的不败今生 目前我们小胖在 本年度的拼操联台当中 战绩是14战全胜 相信 我们这个 很多球迷啊 也非常期待着 小胖 能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啊 出战中华台北老将庄职渊 也是为 我们小胖的这个 出场记录啊 他的每次出场记录 增多一次 可以说小胖的那个 打破这个上赛季 27胜1负的这个 比赛的战绩 他的概率就会 就会增高很多 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呢 将是由 出场的